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学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比如说多摩五藏爷的话 大概就是早大庆英的感觉 然后东京造型艺术的话 大概是Match级别的院校 然后像日本大学的话 它虽然是综合的院校 但是它的艺术学部有特别的突出 所以这五个学校的话 属于东京的古美 其中这个东京艺术大学的话 它作为艺术院校的最高学府 是非常非常难考的 听说是学部方面的话 没有见过外国人能考得进去 但大学院的话 是每年会有能见到的 然后相对稍微简单一点 但是也是因为非常难嘛 通常我们会建议学生准备作品集啊 研究计划书啊 从提前个两三年开始准备 除非你特别特别厉害 学霸那一年内也有考上的 建议是提高个两三年 提高自己下艺术造诣 对吧 然后其次的话 这个多磨呀五脏野呀 这些我们是确实见过 自己的学生也有考上的 但要比那个东京艺术大学的概率高很多 但是呢 它毕竟也是早庆这种水平的嘛 所以同学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一般我看 很多或者留学前的学生 这艺术类的学生 都会以这两所为目标 我们已经放弃了东西这个目标了 就是希望同学们在作品期之外呢 把日语提高好 能够说明白自己的作品是怎么回事 好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方面就是学费 大家应该都有一种意识哈 就是学艺术的学生 通常会比别的专业贵一些呢 贵在哪里呢 除了学校设施它本身比较好之外呢 我们会有很多话剧啊 器具啊 要买很多东西 作品啊 打印啊 所以我们在这个用具上 可能会贵于其他人 我们来查了一下这些学校的这个学费 从第一道高说 有多模 武藏 野东京造型 这些的话 大概四年的学费是670万左右 人民币的话是41万人民币 但是什么呢 两个字不伤钱 对吧 然后结果东京艺术我们本来以为它是国公立 应该是不分专业 都是一个学费的 结果 人家2019年又涨学费了 我们变得比前三所还贵 变成6804年 那就是又贵了一点 那女子美术呢 这个学校的话 是疗愈系 她的专业特别出名吧 有很多学生 对这个很感兴趣 她的学费是4年的话 700万 人民币左右 人民币的话就是42万 总体来说 差不多从41到42 这1万块钱人民币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所以我们不用通过学费的多少来进行运校的选择了 好 那这么贵的学费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挖矿 挖矿 还有矿场 除了家里有一定的矿以外 那我们如果想要是节省一点的话 第一个方法就是申请学校奖学金 这个在各个学校的官网啊 招生检查上都是有需要申请办法的 然后尽量是拿到好成绩申请下奖学金 第二种方法就是说 如果说奖学金也不足以能够维持这个生计的话 我们还有一种选择可以去考那种排名不错的综合类大学 比如说像珠波大学啊 神户大学啊 祖州大学啊 玉茶水女子啊 建刚大学啊 这些国公里 它是综合类大学 但是里面也有艺术类学部 尤其是像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啊 九大的这个艺术学部 它的或者大学院的话还是蛮厉害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选择 排名也高 学校也好 好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几个学校的主要的研究方向 其实基本上加起来的话 能覆盖基本上所有的美术的这个专业范围 那重点的话 包括这么以下几个范围 第一的话是美术创作方向 它其中包括图画呀 雕刻呀 造型艺术等 然后第二的话像理论方向 比如说文化财产保护 美术学 美术史这些东西 然后第三的话艺术方向 类似艺术表现 舞台表现 戏剧这些东西 然后设计方向的话 像平面设计 建筑设计 环境设计 等等 另外还有像漫画呀 动漫呀 就是比较偏一点的这些小学科也是能涉猎到的 好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国内的美术生 如果去日本升学的话 应该做哪些准备 怎么备考 将来要考什么 那请看目击要项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学校的这个教程简章的要求都不一样 大家不要期待通过这期视频我就全都学会了 所以我每次要督促你一定要去学会查找这个东西 比如啊 举个例子 有的学校他需要考一级优留考知识 有的学校只需要考日语 那有的学校可以带作品级 有的学校需要去了考试 每一个都要求不同 所以大家还是要看目击要项 请看目击要项 一定要去学会查找这个东西 目击要项 请看目击要项 请看目击要项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给我们那个留言啊 然后我们看到中会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你的情况 今天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咯 下来 关注木子小花留学工作室 求三连